年轻的威尔士记者琼斯是一个充满野心的人 为了弄清楚苏联共产主义建设背后的真相 他展开了一场惊异的苏联之旅 他和一名苏联政府官员同坐在一辆火车上 苏联政府官员不停地在他耳边说着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是如何的成功 他表面认真听着 心里却充满护疑 认为官员说的话不具备真实性 为了亲自了解实际情况 他中途借口离开 趁着火车停荡的间隙跑到临近的火车上去了 火车在一个叫斯大林诺的地方停了下来 琼斯跟着人群下了车 一下车就看见许多人在扛着粮食往一辆卡车上放 他询问当地人这些粮食是要运到何处 当地人告诉他粮食是要运送到苏联首都莫斯科 正在思索之际他被误当成劳工 又在询问他人问题时被他人当作敌人 已经有人取起枪 他意识到情况不妙八腿就跑 他越跑越远 敌人被彻底甩远了 他才放缓脚步起喘吁吁 又继续在雪地里走着 不久看到一个村庄 他走进其中一户人家 屋子空荡 没有一丝烟火气息 喊了几声也没人答应 直到走进内室 他才看到了一对面如死灰的夫妇躺在床上 与他们对视一眼 随后走了出去 在这寂静的村庄里 琼斯找到了几个孩子 问当地的实际情况 孩子全都如是作答 琼斯在做记录时 孩子们唱起了音调诡异的歌谣 接着琼斯又问了他们几个问题 极度饥饿的孩子们 却趁琼斯不注意 掏空了他背包里的面包和香肠 拔腿就跑 琼斯只好背着空背包离开了村庄 走出村庄不远处时 两个当地人推着一辆堆满了死尸的车子 从他身旁经过 上面有男人女人身形全都精瘦而苍白 随后又听见前方传来一阵阵婴儿的啼哭 他抬起头 道路的左边躺着一大一小 婴儿的母亲已经死去 所以处理尸体的人直接将女尸 敌到死尸上 而活着的婴儿也难逃其命运 他们同样把婴儿放到死尸上 面无表情地拉着车子走了 看见这一幕的琼斯大为震撼 下一站 他决定居母亲曾经生活的故乡 积雪深树齿 他走得既疲惫又饥饿 在空旷的雪地里 他看见周围出现重重叠叠孩子的面孔 空气中漂浮着不久前听到的诡异歌谣 其实这些影像都是他心里的幻觉 晚上他因极度饥饿 爬到一棵枯树去啃树皮尺 路上他遇见了两个小女孩 和他们一起吃了一顿丰盛的正餐 好奇的琼斯问他们碗里的肉是怎么来的 年龄小的那两个女孩睁着大大的眼睛 一副天真无邪的模样 而稍大的那个女孩只是沉默不语 琼斯心中隐隐不安 渐渐猜到了事情的真相 他跑去房屋后面 看到躺在雪地里的尸体 原来刚才吃的肉是从尸体上割下来的 他顿时感到激起恶心和反感 扶着门框呕吐起来 后来他又遇到一群正在启示的人 琼斯走进人群中 逮住一个女人问他当地的实际情况 女人他这里已经闹了很久的饥荒 数百万人都因饥荒丧失了生命 琼斯听得正专心 没意识到敌人靠近 两个陌生男人用麻布袋 套住他的头将他抓进了监狱 琼斯在上层官员的逼迫下 掩藏了所看到的事实 因此获得释放 这时他真正意识到 纽约时报莫斯科分部的总编辑杜兰迪 从始至终都在为斯大林说谎 而自己的好友克莱布 也是因为了解到事实 所以才会被人杀害 因为实事求是的本性无法被改变 于是琼斯在与英国著名小说家爱里克 记者及社会评论家奥威尔会面时 还是决定向众人说出实情 但他的种种努力 不仅受到苏联审查机关的阻挠 而且受到斯大林政权抱有好感的 西方记者的阻挠 于是大饥荒的事情 只在小范围内存在 无法让普罗大众都知晓 命运的阻挠让琼斯只好回到家乡威尔市 他进入一家出版社工作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听说赫斯特报社的总编辑赫斯特 来到了威尔市 他不顾上司阻拦 一个人到赫斯特的住处 在被仆人回绝后 琼斯又从厨房进入了会客厅内 他把事情告诉了赫斯特 赫斯特觉得其中的利益 于是答应下来 琼斯最后的努力终于成功 两年后 他在内蒙古调查时被强盗绑杀 而他所不知道的是 他的随身向导与苏联的警察 在暗中秘密联系 最终他在30岁的前一天 遭到了枪杀 故事就此完结 绝对的正义感 有时需要付出惨痛的生命代价 这种高尚纯粹的精神领域 在世间总是罕见而珍贵 定义引发我们的思考 当灵魂与外界冲突时 我们会选择屈从现实 还是遵从内心 如果屈服 清明之人将活在 灵魂的自我煎熬之中 但如果遵从内心 同样会出某一种艰难的困境中 中间地段总是稀少的 在极端环境中 人性很有可能持续地扭曲异化 而人的内在的秩序也将动荡不安 犹如冰山 那些人人都能够看见的部分 几乎没有任何探索的价值 真正重要的是那些隐藏在水面下 无法轻易透过肉眼看到的东西 对人对事都应该保持这样一种警觉和机密 这样心灵的疆域才会宽广 风云起来 我是阿九 一句再见 沧海变桑田 一句想你 梨花 秀待雨 字幕志愿者 杨栅树 阅 rud